一粒修夾办费加码 12月23号就要上路 不过这对排班制的客运业者来说 不仅仍是成本增加 更惨的是还根本找不到司机 客运业者大概新幕的司机还不到100个 一年要增加1亿多的开销 可能会把部分的优惠价取消 客运业者大喊吃不消 可能将成本转嫁消费者 不过对司机来说则是乐观其成 有家 不错 而新制规定轮班劳工 两班中间需休息11小时 也对目前仅休息8小时就排班的运输业 冲击最大 行政院则表示会讨论后 再另外订定施行日期 三途通过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在宣导 但是还是很多的资方 他们就在埋怨说 在哀嚎说一个月薪水有两种算法 到底要怎么算 新资算法资方搞不定 也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出发 林全也强调 如果业者是非恶意的情况 也会采取从轻货免发原则 不过另外同样受到力修影响的 还有这个产业 用餐时刻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 但行至上路后 只要加班雇主就得付出更多薪水 差不多七八个%会增加 公司可以效率提升就可以压低 产业面临的问题不是 不是给不给加班费的问题 而是找不找得到人 因为现在连加班的时间都有限制 另外中华邮政也宣布 最快明年二月中将有一半 约140多个周六邮局不营业 看来一粒一休对各产业的冲击 不容小觑 东森财经训与刘芷欣张博祥综合报导 一粒一休加班费加码 12月23号就要上路 不过这对排班制的客运业者来说 不仅仍是成本增加 更惨的是还根本找不到司机 客运业者大概新幕的司机 还不到一百个 一年要增加一亿多的开交 可能会把部门的优惠价取消 客运业者大喊吃不消 可能将成本转嫁消费者 不过对司机来说则是乐观其成 有价 不错 而新制规定轮班劳工 两班中间需休息11小时 也对目前仅休息8小时 就排班的运输业冲击最大 行政院则表示会讨论后 再另外订定施行日期 三途通过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在宣导 但是还是很多的资方 他们就在埋怨说 在哀嚎说一个月薪水 有两种算法到底要怎么算 薪资算法资方搞不定 也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出法 林全也强调 如果业者是非恶意的情况 也会采取从轻货免发原则 不过另外同样受到力修影响的 还有这个产业 用餐时刻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 但薪资上路后 只要加班 雇主就得付出更多薪水 差不多七八个%会增加 公司可以效率提升 就可以压低 产业面临的问题 不是给不给加班费的问题 而是找不找得到人 因为现在连加班的时间 都有限制 另外中华邮政也宣布 最快明年二月中 将有一半 约140多个周六邮局不营业 看来一粒一修 对各产业的冲击不容小觑 东森财经讯运刘志欣 张博祥综合报导 今天该就到这里了 导致什么 爬上路上 主板 伯吗 向前傻 感입니다 низ dragged